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酸菜鱼 酸菜鱼以前也做过几次,不过都是用黑鱼做的 今天我们来换鲈鱼做一次 鲈鱼的个头比较小,要准备两条 去掉头部 把两片鱼排肉片下来 鱼骨再剁成块 再剔除鱼排刺 然后斜刀把鱼肉片成薄片 鲁鱼的肉质也很坚实,不容易碎 片的时候可以尽量片薄一点 鱼骨头和鱼头用盐搓洗几遍去除腥味 然后冲洗干净,滤干备用 鱼肉也是一样的 先加入盐和少许的清水抓洗 一直把鱼肉交出盐液 然后洗干净,洗到清水 这样处理的鱼肉用出来颜色会更加的结感 洗干净的鱼片挤干水分,放到容器中 准备腌制上浆 葱姜开碎,加上清水 挤出葱姜汁 在鱼片中加上盐 葱姜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加 搅拌均匀,把鱼片打出粘液 现在的鱼片已经很粘手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淀粉上浆 淀粉我用的是红薯淀粉 因为淀粉的颗粒比较大 所以要用水先稀释一下 再次拌匀就可以了 刚才抓出的鱼片的粘液 所以可以很好的粘住淀粉 这样淀粉就不会脱姜了 锅烧热,倒油,加入鱼骨和鱼头煎一下 放几片姜去腥 把两面煎透,煎出焦壳 这样煮出来的汤就会非常的香浓 煎好之后加入开水 开大火把汤煮浓 煮好,盛出备用 酸菜我准备的是带装的 拆开,清洗干净,挤干水分 然后切成片 酸萝卜一小块也切成片备用 再准备葱姜蒜和泡野山椒 锅烧热,倒油 再加上猪油增香 下入酸菜,蒜萝卜和香料 炒香炒干酸菜的水分 然后把刚才煮好的鱼汤倒回锅中 调味加上白糖,鸡精,白胡椒粉,泡椒水 有了蒜萝卜和酸菜 所以要尝一下汤的咸淡 决定是否还要进行加盐调味 再把煮好的汤倒回盆中 这次煮鱼片就不用鱼汤来煮了 我们重新烧锅开水来煮 锅中的水烧开,下入鱼片 全部下骨了之后烧开,再煮上15秒就可以了 把浮沫打一下 然后捞出,铺在鱼骨和酸菜上面 再放上蒜末,干辣椒和花椒 锅中的油烧到冒烟 淋油呛一下 再扫上葱花,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菊花瓣 这样一道汤鲜肉嫩的酸菜鲁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着做一做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